不是那麼主流 但是卡在中間 意思就是說 可能它市場的銷售量 雖然沒有預期的高 可是它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而且你有獨特性 而且你有個性化 那現場的這台 Toyota的CH-R 不是很好的選擇嗎 鄭姐 其實CH-R在每個月的 銷售榜單上面 我們看它表現也不錯 怎麼說它是屬於非主流的車呢 現在它一個月大概是200台 200多台 這樣也算是戰略還不錯 你說在Toyota裡面 它是算冷門的 坦若跟很多平台比起來 200台算是很不錯的 銷售數字 而且它是進口的 對啊 但在Toyota裡面 它算是小老弟 所以也因為這個樣子 CH-R基本上 是我最喜歡的一台Toyota 因為它最獨特 對 最稀有 是 為什麼喜歡呢 那當然除了稀有以外 我們總是要知道它有什麼優點 對不對 舉個例來講 我覺得它 幾乎可以說是現在目前 台灣市場能買到 最容易入手的 所謂的Coupe-like SUV 你有沒有知道 像我們都知道 像GLE GLC不是都有Coupe嗎 凱業是不是有Coupe嗎 可是那都豪華品牌太貴了 對啊 那個都兩三百 三四百 五百的車子 而且你說像Nissan的Juke來說 它也是很跨界的那種 像是跑旅嗎 可是價格好像又比較貴一點 它Turbo的話比較貴 而且現在剛好面臨四代交替的時候 新車還沒到嘛 而且以上一代Juke來講 你不覺得跟CHR一比 CHR還是整個更低扁 更像跑車 更Coupe 很多 所以這個車子 從一上市的時候 我對它其實就非常的關注 我就一直想知道說 一台小CUV 到底能做到多油跑格 事實上呢 它設計出來 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雖然現在是小改款之後 你也會知道說 剛發表的時候 它的車頭其實更兇 殺技成長 線條更多 對 但是它小改款以後 它知道它做得太over了 它可以稍微收斂一點 對 這樣子大家才更喜歡它 所以它把它的線條 整個簡約化以後 但是還是保留 那個有點T型的元素 而且整個造型 還是依然相當的流跑格 很誇張的 還是有 是的 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覺得 講這些線條什麼 我們去看其他的媒體 再講就可以了 既然我們要介紹它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它會像Coupe 你有沒有覺得 它對於可樂瓶的塑造很嚴重 就是它很認真的在營造出 一個可樂瓶的車身曲線 對 這個很有趣 因為我們以前都知道 法拉利或者像911 之所以討喜 就是因為那可樂瓶 像女人的曲線的線條 或者是像B&W的M3 是 有那個大爆龜的感覺 對 現在一台CV居然也做得出 這個感覺 而且你看 它為了要符合 它內部的空間 還有一些機能安全性的規劃 它當然不能真的做到 腰線縮得很進來 然後前後很凸 這其實並不合理 而且它又是一台CUV 它並不是房車 要兼顧 更不是跑車 但是它就利用像板件 它利用輪孔收進去 然後這邊再凸出來 這樣是不是你就覺得 輪孔有爆出來的感覺 有 超爆的 但其實空間卻沒有變小 然後剛剛講的 為什麼像Coupe 還有整個車頂線條 它整個往後拉 到它的C柱D柱這邊的時候 很快的下修 是 但是它又到那邊的時候 它又停住了 它的斜度算是很水平的 然後到尾巴的地方 它再利用尾燈 然後類似連結起老流翼 它就整個讓它的屁股又挺翹起來 這個是不是就是很多像四門Coupe 或者是像剛剛講的像X6 像冠儀的愛車那樣子 同樣的設計 而且其實它你看 它後面的車門的地方 它把手放在上面 是啊 所以它就是會讓它看起來 更加的有跑格化 你會覺得感覺很像是什麼三門 就是有沒有 一般的 後面那個門 沒坐過這個車 一定會找不到 把手在哪 這個是不是跑車 而且你看它把手上方 還跟上面一樣配色 是啊 它整個線條 它整體的造型 真的就是以跑車 作為一個設計觸發的點 而且我還很喜歡它的原因 還有一個 它小改之後 它的內裝也變得更漂亮 質感也提升很多 是 像它的座椅 有那種鄰格交叉的那種網紋 它的車門邊 雖然受限於它的定位 硬質塑料還是比較多 只有上原是軟質 但是它那個硬質塑料 它一樣用鄰格紋去呈現出來 然後整體呈現來講的話 你坐在裡面 你會覺得你是被座舱 完美的包覆住 就是也比較駕駛的導向 這種設計 儘管它只有1.2波人增壓 動力上116P 不能算真的說多運動 但是你有那個感覺 有那個氛圍到就好 它車也沒有特別重 所以它整個開起來 是比較均衡的 然後再加上剛剛講 它最入門的89萬5就有了 然後像我們這台是頂規的 是四驅的 要到100多萬 但是這個價位還是勉強 就是說我們再加點錢 就可以買得到了 更不要講它還有TSS 所以我們在意的ACC 車道偏移 還有像自動煞停 這些東西都因應俱全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你真的很想要跟人家不一樣 但是你又覺得說 買太冷門的品牌 你會怕怕 對 你不覺得 特地卡脫山綠 是啊 又是進口身份 是啊 我那個時候跟TOYOTA在聊天 我就說 你們這樣子不得了 你們這冷門熱門 都要給人家全部包山包海 要不給人家飯吃 是不是 像這個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啊 因為如果說這位觀眾 他想要比較個性跟獨特的話 其實這款車 不論它是 比如85萬的 85萬的預算的話 它買到入門 它買到這個殼就划算了 因為你開出去 誰知道你買裡面 到底有沒有什麼TSH 2.0還是多少的對不對 可是就是帥在外觀上面 那如果我們用85萬的預算 其他還有哪一些CUV的選擇呢 現在市場上面 85萬你要做CUV的選擇 其實還滿不少的 已經出了 還沒有出的 未來要上市的 其實不僅僅有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推薦的這些選擇 第一個有 Suzuki的Viterra Hyundai的Venu Volkswagen的T-Cross 以及Toyota的Carra Cross 都是屬於這個範圍 價格帶的比較重要的一些車款 但是其實你就車身尺碼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比較有趣的 因為以Toyota對於CUV 以及中小型SUV 中大型SUV的定義來說 它是以總車廠來去做定義 這一點很特別 也就是說 它不是用走一句的 對 Suzuki的Viterra Hyundai的Venu Volkswagen的T-Cross 都會被算成CUV這個等級 就是4350mm以下的 以下 算這是CUV這個等級 可是Toyota的Carra Cross 就變成在這一個價格帶 戰略車地位來說 它就變成一個非常特別的存在 非常特別的存在 它的車身尺碼 如果要買 要算起來的話 可以算說是跟Volkswagen的T-Cross 是同一個所謂的中小型SUV的級別 而且它快接近土上了 對 沒錯 4460mm 所以它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在這四台車裡面 或者甚至說在CUV這個級距來說 所以你看看剛剛正傑跟我們介紹的 Toyota的CHR 你要小 你要獨特性的產品 我有 你要大眾化 你要POPIO 你要用這個價錢買到最大的車身尺寸的 這個CUV也好 中小型SUV也罷 我有 你要再往上打一點點 我有RAV4 好啦 如果你覺得RAV4還不夠大 我集團內還有雷克薩斯嘛 對不對 所以它在CUVSUV這個市場裡面 可以算是一個通吃的狀況 但是雖然這是算是大中市場裡面的 一個這個可能是主流 畢竟人家這個車子 剛剛預接單就可以接了 這個5500台的一個這個數量 可能是有一些比較 特定的一些特殊的品牌 可能一年的消量也就是5500台 人家才上市預接單接了5500台 但是並不表示說 其他車子沒有特殊性的存在價值存在 你看Ishusuke Vitaia的時候 它有四輪傳動的系統 是 它有四輪傳動的系統 那當然它就具備了有更好的一個 離開路面的功能 越野的功能 Offroad的一個功能 而且呢 Suzuki的Vitaia這個四輪傳動系統 是有所謂歷史傳承的啦 不過呢 還是要再去提一下 Suzuki目前為止還是5000公里要保養一次 跟我們剛剛提到Volkswagen來說 它3萬公里保養 這個部分就差了非常非常的多 對 那Volkswagen T-Cross 其實也是相當吸引人的一項產品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會覺得就是說 像我喜歡仙背車 但我不喜歡休旅車 因為我覺得休旅車重心太高啦 車子開起來太搖晃啦 可是隨著年紀的增長 你會發覺做這種仙背車 可能太局促 太擁擠 然後上下車要跌進去要爬出來 如果車身稍微高一點點的 這種CUV 又保有仙背車的一個操控性 又能夠有仙背 對 空間跟便利性 甚至是較高的視野 比較好的乘坐姿勢 登車的高度 下車的高度 所以開始慢慢我覺得 CUV是會成為市場上 最受歡迎的一個車種 而且大部分人現在都開始想要 往這個地方來去做選擇 所以各式各樣的CUV 充斥在這個市場上面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當然 雖然以Toyota的Cara Cross來說 可以帶給市場上的衝擊 是非常大的 不管是不要講85萬的 國產進口各式各樣的CUV 對他來講都 有一點點感覺 會被他影響到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反而是還好 因為他畢竟就是一個 很通俗化的商品 反而可以凸顯什麼 凸顯其他特殊的 不一樣商品的獨特存在的價值